免斟子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件事主要本来是一个行政问题 但是因为行政是来自法律的 我们说法治社会一定有法律依据 争拗就是从这里开始了 我也是很早质疑你有没有权去废许免斟子 因为他的法律依据是没有的 基本上他觉得我批准你免斟子 我用了这个权势 你可以用免斟子 你可以出封信 然后那些人就觉得有些人出述 结果他就要免败了免斟子 这件事就给了一两个礼拜让人去打针 但是我说了之后 接着我看到有媒体也去访问大律师 大律师他们看都是没有法律依据 我都觉得是没有的 还有其实是常识来的 大家都知道 因为不会将免斟子都是假的 肯定有些真的 那些真的人的权益又如何呢 没有为他们解决 我们都不公道 于是否就有郭卓堅先生出来 就是说要司法复合这个决定 赢了几天前 应该是上个礼拜三 两个礼拜三 赢了 那国法官的道理也是很清楚的 主要就是说他没有法律依据 就是这样了 之后就出现另一个第二阶段的事件 前个礼拜 上个礼拜就是李家超说尊重法庭意见 讲完就说这样就有证明香港有法治了 我们都以为是 不过他又好像说我们要做点事 诸如此类 我们都感觉是不妥的了 接着他就说收法 你说我没有法律依据 我立法给他回法律依据 于是乎就出现我们 几天前 现在说的是上个礼拜 就是政府用行政会议紧急法例的形式 因为699那条本身是紧急法例的 他就改了那些字眼 就授权那个医务卫生局的局长 去不承认这件事 他认为解决了问题 当然了他解决了 他又给了一个宽压期 因为有些人要立刻做 他既然懂得给宽压期 他应该想到其他东西 想漏了 又会找到一个法律流动 所以郭卓堅先生 就提出要再次发复他 现在这一天 今天是星期日 星期五我也跟他做过一个节目 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在网上 我们解释过法律和尿城喜律师 解释过就是那个问题是未解决的 因为他是解决了 叫做受了权 但是你受权的人做一件事 在法律里面都有一个基本原则的 这个叫做自然公义 自然公义的意思就是说 你一定要给他有申诉的机会 有上诉的机会 你看见郭卓堅先生 他强调了一件事 今次第二次私下福 就说你是改了法律 你改了法律 你改了法律是有权去免人斟止 但是你免人斟止 不承认免斟止这个过程 你有没有给人一个申诉的机会呢 他那个权益没有了 那你有没有给一个机会去解释呢 没有的 这个法律是没有的 这个法律就违反自然公义了 于是乎就引起第二个JR的争议 就是私下福的争议 那现在这个 今天来讲的过程还是在运作着 我了解 就是和郭先生交流的结果 就是他在准备找一些 很多法律界的人都愿意帮他 那天我们谈了很多 那我不重复这些东西了 因为呢 有些是技巧的东西 也不想我们公开讲了 就是这个政府 听了 就当照样再去針对这些 就做一些事情 那我们不想 那最紧要就是 在法律里面呢 如果你要奪去一个人的权益呢 你一定要给他机会去解释 申诉 上面是上诉 那纵然这个就是一个程序的问题而已 不是说你要给他赢 你只要给他有机会申诉 我们那天也说过的 一个案例 尤维晶 就是DQ他 就是同样 discualify他 就是好像说你的面针节目后 但是过程并没有机会给他解释 没有机会给他讲他的故事 讲他的理由 就是没有了这个程序而已 那结果都是曾经一度是 思考复合成功 要再做个程序 那当然了 现在思考复合成功 如果根据这个原则呢 只是说他没有做到一个步骤 就是一个给人申诉的步骤 那就可以了 那本来两个礼拜之后 那个免针子就没有效了 诸如此類 那现在就不行了 你一定要等法庭判了这个 你是不是不对 不对 不对呢 你要再修法 再加一些程序 那不等于你修法再加一些程序 我们找不到第三个角度去再做思考复合 不过我们留起这些 或者郭先生留起了这些可以的 可以的法律角度去质疑的角度 是吧 我曾经自己提过一些法律角度的 比如你这个是紧急权力的嘛 那这个是不是紧急情况呢 你怎么满足公众说这是一个公众利益的问题呢 为什么公众利益是这样呢 因为现在这些针药 已经证明了是没有防止传播的作用 这个是普遍供应了 现在染到那些全部是打个针 染个病又再传染 就是防止的功用就没有了 那你有什么急切性 你一定要逼那些人去再打针 或者逼那些人 就是不经历面针子 你不经历面针子都没有需要 除非你又不需要他们再打针 那你只是逼他去打针 那你逼人去打针这件事 是不是合乎人权呢 那又是有些角度去说 是不是合乎一个必需呢 又是有些人权功能里面有些观点 是不是合乎这个紧急权力 那条法例的立法原意呢 因为立法权是说紧急情况 现在不紧急 你越来越用这个法律 我们知道三权分立好 你叫什么都好 你不叫三权分立 但是立法权在立法会上 这个很清楚 就是等于就算是人 中国里面 立法权力不是在政府 是在人大 只有一种情况是政府 行政官员去立法 就是紧急情况 不能够等人大开会了 那他们就有这个权了 全世界都有这个权的 但是这个权是不是尝识 大家都知道 只限紧急的情况 现在是不是紧急呢 你怎能够说合理的这件事 一定要做呢 整个过程我们看得很明显 就不是紧急的问题 而是纯粹面子的问题 就是这个特首 因为自己觉得这样 我没有了权威 盧崇茂或者这个局长 觉得自己没有权威 所以他就要拿回这个权威 那他没法子的 就算是其他人都讲过的 就是梁美芬啊 湯家驊都讲过 可以上诉啊 为什么不上诉呢 这个他其实都讲漏了一件事 他们都讲清楚了一件事 你说要拿回公道拿回权威 那为什么不上诉呢 那他说急着要做 那你好了 你急着为什么一定要急着呢 由他第一天开始说免针 本来现在已经要够期了 所谓宽限期够了 现在又要给多两个星期宽限期了 又过了四个星期了 又什么急了呢 又是五千五百人 五千人到五百人 那班人那两万人打针 会影响疫情什么呢 没有啊 没有影响的 那还有一件事 有没有这两万人里面是染疫的呢 没有啊 似乎没有这个新闻出现啊 他们要急于打针 不是就会中招 没有听过说 拿着针纸的人来中招 更加没有啊 那究竟这个急着性在哪里呢 如果不是急着 为什么你要用这个紧急法例呢 Emergence Ordinance 这些就不是郭先生在这个 在准备这个司法复核里面 但是不排除其实他可以有第三个司法复核 是不是 我们这样理解就对了 那法律的东西比较复杂 那我解释这么多 我希望大家都听得明白我说什么 或者暂写就可以不讲这个问题 但是不妨再讲一讲呢 那天我们讲节目呢 都再讲啊郭先生 准备还有一个司法复核 就是他免针这件事本身就是违反人权 因为有些人被歧视嘛 不能去这儿不去 包括我都不能去的 就是我没有打针的 就是你想访问我 请我喝个茶 在后面这个景 那个 又不是这个茶餐厅 很有名的 一家古旧的茶餐厅 我想说喝个茶 我不能去的 我不能去的 因为我不能去的 因为你有个疫苗托痕症 疫苗托痕症是全世界都没有的 现在 以前有 曾经有 紧急情况有 英国有 法国都有 澳洲有 试过有 我就这么凭记忆都记得是有这样的地方 全部都已经取消了 那为什么香港不取消呢 因为香港疫情多了吗 他们更多了 新加坡有 现在取消了 新加坡还有万几宗 万几宗一人 香港只是五千宗 因为他有一半 人口他多 他比香港少 但是他不需要这些东西 证明这个是很客观很科 你是没有那个需要 但是你因为有这个疫苗托痕症 令到很多人不方便 他们被歧视 他们的权益受损 这件事 郭先生就说下个礼拜做多一次消负覆核 就算这一次 第二次那个赢输都不要紧 那个又会做消负覆核 那我们拭目以待 是吧 现在就不便说那些 都说了很多了 就是那些法律的细节 那这些是我说过的 我自己说过的 那我也不介意说多次了 因为我说过的可能 就是政府已经听了了 但是郭先生说过的 应该用我的印象 我就不会重复他说的 就是法律上他准备怎么做 用什么观点 用什么角度 那我相信 我听过都觉得他一定的依据 那我们拭目以待 郭先生再打这个官司 那整件事你可以看到 就是 就是现在香港的民间力量很薄弱的了 不是很多人敢做这件事 也方便做这件事 郭先生肯做 他也方便做 因为他好像已经破产了 已经是 所以变成了他无产间级 就不用赔律司法给对方 我都懂法律 我都可以做这些事 但是我要培育 这个又不是司法公义 因为你没有钱 就没有公义 那就不是公义了 是不是有钱 我很多钱 不介意 一百万一次两百万一次 那我都去维护公义 那香港一两百万好 随便拿出来 跌了的人很多 全部都没出来维护司法公义 我有的 一个一百万 两个一百万 玩完之后 我就连退休都有问题 那我做不到 就是这么现实 我希望其他多些人效法 郭先生 顺便 尤其都作过善良的呼吁 就是希望有钱的人 或者有法律知识的人 能够承担到这些风险的人 都勇敢一些 社会是大家的 你没理由是一个 我80岁的伯伯去做这些事情 每次都是那个伯伯 我看见都很不 很不 很惭愧 其实都 但是又 勇敢到 没有勇敢到 可以自己 破产去做这些这样的事 如果破产 我就可能是爽快很多 我都去参加这些社会复合的